你加油囉 趕快吃趕快關閉 很多醫生護理師 就算他會好起來 也不會像他之前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中間的醫療費 以及他安置機構的費用 我很怕沒辦法支付 所以他安置好了 我還是得出去賺錢 因為他以為孩子要養 他爸爸躺著 我更有責任超過他們 我只要感覺好像小不堪 我就想到他們的臉 我知道這應該是會很漫長的一段路 他也有在努力 但是希望他好起來 對就是行過來